朝鲜国家领导人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种情况说起来实属罕见 外界就有分析认为 这是朝鲜在试图摆脱中国独立 开拓它的新的回旋空间 以及它的新的外交 那么开拓新空间 就是朝鲜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这是朝鲜对外界释放出的一个重大信号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比论评 日本经济新闻1月6号就援引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 称说朝鲜国家领导人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日本能登半岛遭受地震灾害 表示慰问 原话就是向您就是向岸田文雄 并通过您向遇难者的家属和受灾者 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要说这个朝鲜 它确实是不会对敌对国家发出这类慰问 所以外界评论就认为朝鲜此举是实属罕见的 这个评论倒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且这个朝鲜领导人不久前 还向伊朗总统莱希就致电了 就伊朗的那次恐怖袭击的爆炸 表示哀悼和慰问 韩国那边的有一些评论 甚至就进一步的对这个事情进行解读 认为这是朝鲜向外界释放出 试图摆脱我们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信号 非要把这件事和我们的中朝关系 紫硬的联系在一起 这确实是无稽之谈 而且这个是居心不良 咱们一看就能看出来 所以在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不过朝鲜现在的这个做法呢 它确实是包含着几层意思 第一我们注意看啊 朝鲜你说它是这一次开启它主动外交的模式 或者说做一次尝试吧 这个倒也是真的 朝鲜呢敏锐的观察到了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 意识到将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局 那么中美俄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博弈 这个大格局呢 它同时也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同样呢 也是朝鲜半岛要长期面临的一个新的局面 而美国现在呢 它的经历比较分散 你看它在亚太俄乌啊 还有巴以问题上同时发力 这个呢就会导致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朝鲜就想在这个时机呢 试图在大国的平衡之中 更多的拓展出自己的自主空间 第二朝鲜这个做法呀 它是在分化美日韩 用一套软硬相结合的这个组合权 减少自己的战略压力 美国呢是一心一意的 极力要构建一个美日韩同盟 当然它主要目标就是针对我们中国了 但同时它也是针对俄罗斯和朝鲜呢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也和韩国那边加强了军事合作来压制朝鲜 你就看这前几天朝鲜往韩国方向 那打了二百多发炮弹 其实就是一种强硬的这个表态 那么现在呢 又对这个日本这边打出来这个温暖牌 其实呢 就是向美日韩打出的这么一套组合权 因为你看啊 按照惯例 朝鲜不像这个敌对国家啊 去做出这种所谓温馨的表示 但现在这么一做呢 那自然在朝鲜的这个划分上就把韩国和日本适当的区别开了 第三一点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朝鲜其实拿捏到了日本和美国的软肋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联系啊 他们之间绝不是铁板一块的 而他们之间呢 又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那个所谓的人质的那个事件啊 那个问题啊 就是搞得这个日本国内的政治弄得非常的敏感 那么如何处理这个事情 他直接关系着日本当政者的民间支持率 以及他国内争斗的承办 美国对这件事他也不好插手 另外呢 美国用所谓的这个朝鲜的威胁 他就对日本来制造恐怖 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法嘛 他把这恐怖气氛制造出来之后呢 就会让日本更加紧密的贴近美国 而朝鲜现在打出这么一张温和的牌 对美国他是起到了一定浮体抽薪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别晓得